大家好,我是莫端 欢迎来到科技曼星宇 这里主要讲的是用 HTTP 在 Cloudflare Pages 上做一个 VPS 它会用到 Golan 有需要的可以在官网上直接下载安装 现在来看一下如何用 HTTPS 协议在 Cloudflare 上做 VPS 首先在 Cloudflare 上复制一个已经多广的域名 粘贴到一个等会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 点 Workers and Pages 点创建应用程序 这是改版以后可能要点一下这个才能去 Pages 因为 Pages 在魔法地区部分地区没有被抢 这样就到 Pages 里面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拿文件 这次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位大佬的币号仓库 关于这个项目一共有两个 Repository 一个是 Server 的 这个是放到 Cloudflare Worker 神的 Pages 上面的 另外一个是 Client Site 也就是本地客户端跑起来的 我们先拿 Cloudflare 上面的 也就是服务器上面的 点一下这个 点一下 Worker Store JS 因为大佬已经在这里设定好密码 也就是等一会不需要再做环境变量的配置 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样就复制了整个代码 到这里来全选 粘贴 强度选中等 点一下 Overforce Kit 代码混淆好以后全选 复制 在你的本地再次创建一个 Worker 的 JS 文件 记得放在一个独立的文件夹底下 打开这个文件 输入 I 粘贴混淆好的代码 退出并保存 然后你在本地 找到刚才创建的文件夹 双击进去 这里面是有这个 刚才有混淆代码的 Worker 文件的 回头 选中这个文件夹 压缩一下 回到 Cloudflare 选拖放文件 点开始使用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记住避开敏感词 点创建项目 上传刚才这个压缩文件 点击部署站点 复制好你站点的 URL 粘贴到一个 你等火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 因为大佬已经给定了密码 所以就不需要在 环境变量里面再次设置密码 然后要到他客户端的这个 Repository 在这里 它的 Release 底下 找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号 点进去 选择相应的系统 然后开始下载对应的客户端 这两个是 Mac 的 这两个是 Linux 的 这两个是 Windows 的 选择你需要的下载 点击保存 找到一下刚才下载的对应的客户端 我是下载到这里 你下载到你喜欢的地方 清理一下 用这个命令 给它足够的权限 把它拖进来 按回车 被系统隔离了 点 Done 进程结束 我们去看一下 Privacy and Security 拉到底 在这里点 永远允许 然后再次拖入这个客户端 按回车 点 无论怎么样都打开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 OK 这样就弹出了命令的提示 应该是可以了 清理一下 输入这个命令 看一下它的帮助文件 默认端口8080 默认密码也是设置好的 大佬用的连接方式是 Web Socket 这是Web Socket每一帧数据的大小 默认值是64 既然都已经有默认值 那就直接上 需要的参数是 WSS 给一个域名 也就是你Pages上的这个域名 关口是有默认的 就不管了 按回车 看起来可以了 打开Firefox 点这三道干的按钮 点设置 输入Proxy 点设置 点手动设置Proxy 输入网关 关口8080 因为我们用的端口就是8080 点OK 这里已经侦测到Firefox的设置了 随便找一个测速的网站 测速一下 结果还不错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 可以 有东西运行的时候 它都会跟着更新 随便打开一个什么 看到这个是可以播放的 随便在谷歌里面搜一下 能看到很多东西 这里也有相应的信息返回 停掉 我们刚才用的是 Pages提供的默认的URL 但是这个URL比较容易被滥用 所以我们最好是绑一个自定义的域名 点一下Works and Pages 选择刚刚创建的这个项目 点自定义域 点设置自定义域 给一个自定义的指域名 加个点 粘贴之前就已经选定好的 托管在Cloudflare上的自定义域名 点继续 点激活域 正在初始化 稍等一会就会好 说是说要48个小时 实际上用不到 差不多等了三分钟左右 自定义的域名就变成活动的了 SSL也已经启用 复制这个域名 保存到本地一个等火 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 只用这个命令 但是给它新的自定义的域名 按回车 依旧可用 再次点击Start 测个速度 它这里就会不停的变动 结果就是依旧有速度 依旧难用 清理一下 如果每次都要输一个这样的命令 会感觉比较烦 大佬在他的Client repository底下 准备了一个Golan的编译 以后直接启动编译就可以了 就不用总是输命令 大佬的客户端编译用的是Golan 本地还没有安装的可以到Golan这里去安装一下 找自己对应的版本 安装一下就好 我是已经在本地安装了 有空会升级一下 客户端的repository里面 唯一要使用的就是这个main.go 其他的都是生成的 点进去 点这个按钮 把main.go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保存到你本地 下载到你本地以后 修改一下 按照大佬的讲法 端口是可以自定义的 密码可以修改 但是修改以后 会导致pages要重新部署 所以就不动了 这个链接用的就是 你刚刚设置好的自定义的那个域名 也就是这个域名 好了就esc退出 然后这样保存一下 然后开始编译生成 用这个的命令 生成一个编译的名字 这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 然后用这个名字设下http的proxy 这样golan所有的编译都会走这个地方 也就是golan会一直监控这个地方进行编译 复制一下这个命令 粘贴 按回车 这样就开始下载Eline了 Eline下载好了 就用gobu的命令 最终完成编译 编辑失败 这两个和这个文件有冲突 这是我自己模仿写的 删掉它 用这个命令再次编译 好这样就看到编译好的结果了 双击它 这样就自动运行起来了 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 以后不用输命令了 以后只需要双击这个执行文件就可以了 端口5050 记得在firefox的proxy里面 点一下设置 把端口改成5050 点OK 好马上就有侦测的反应了 点一下start 再一次测速 依旧是可以用 这里再不停的测速 看上去就是可以用的状态 结果还不错 这期讲的是https 在cloudflare上做vps 我自己也是模仿大佬做了一点点的更新 主要就是在workers里面 密码可以进行环境变量的设置 回头在man.go里面 添加了utils的指纹识别 增加了安全性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